嗨,大家好 感谢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这个刘强东的这个案件 小A呢,再一次通过媒体 这一次呢,据说是通过多家媒体来报的这个料 我上一个视频呢,已经给它总结出来了 它这一次呢,多了三方面的新的内容 我再给大家呢,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方面呢,它又引进了一个人物 就是谁把它介绍给刘强东的 是谁来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晚宴的 是一个叫姚琪雍的一个刘强东的同学 那个高管班的同学 他也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家 是刘强东的朋友 还是刘强东的合作伙伴 他认识小A呢,已经有好几天了 到底具体呢,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之后呢,跟小A的关系如何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 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小A坐着刘强东的车 回家的路上,刘强东对他不仅仅是摸他 是脱他的衣服,而且还亲了他 刘强东在小A多次强烈要求下 才同意送他回家 在路上,他们拽悠了有差不多两小时的时间 两小时的时间 在路上,他们都干了什么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还比较有限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刘强东到了小A的住处以后 刘强东和小A发生性关系之前 刘强东去洗澡 拉着小A一块洗澡 已经把小A拉进去了 小A的衣服没脱 水淋到了小A的衣服上 但是小A还是逃脱了 刘强东一个人洗完澡以后 小A也进到了浴室 把卫生间的门反锁上 他自己在里头 把自己淋湿的衣服换下来 换上了什么衣服 我们不知道,暂时还不知道 当他出来之后呢 刘强东已经一丝不挂的 躺在他的床上等着他 这是这次我们知道的新的内容 我认为这个刘强东啊 很明显的看出来 他是一个老手啊 他不仅仅呢 他是一个老手 他那个助理呢 已经是很了解刘强东的这首活 很了解刘强东和一个女生 在后座上会干什么 所以呢 他那个女助理把收音机开得很大 以盖过他老板在后面和女生会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呢 他的女助理把那个镜子关上了 这应该是呢 第一有可能防止这个司机啊 看到 同时呢 也防止司机看到以后呢 他的老板以及那个女生呢 比较尴尬 主要是防止那个司机看到吧 这应该是主要的 从女助理的熟练程度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刘强东和这个女助理的这个配合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绝不是一次两次 你也可以认为呢 也不是三次四次 非常的娴熟 那刘强东如果在车上 干这种事呢 已经都是习以为常了 那他在其他的场合 干这种事 难道会没有吗 没有是不可能的 只是多少的事了 我们可以认为他少不了 刘强东是一个 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 他还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出来 短短的五天 带着老婆 带着丈母娘 带着孩子 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认为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标准的人渣 这样的人渣 应该为社会所唾弃 甭管小A的态度是什么 他这样做 他就是一个人渣 然后我这个视频呢 我想分析一下 刘强东这个人渣 跟小A之间干下的这件事情 构成不构成犯罪 很不幸的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了解的这些情况 因为呢 都是小A爆出来的 他这一方面爆出来的 就算是刘强东 什么都不说 这些 对刘强东有利的 这些个证据 在法庭上 都可以直接采信就好了 因为是小A爆出来的 他自己提出来的 对他自己不利 这是他的事 这样的证据 在法庭上 完全都可以采纳了 那小A呢 他一次一次的 一次一次的 爆出来的 这些个证据呢 里面 很多都对他不利 到目前为止 已经足以证明 刘强东 不构成强奸罪 为什么 强奸罪的构成要素 就是强迫 这个奸已经完成了 就看 是不是强迫 怎么来定义 他是不是强迫 不是说小A 给他同学 发一个短信 说我是被强迫的 这就是强迫了 关键要看 小A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表现 也就是说 他给刘强东 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刘强东 如何来理解 小A 所给他传送的信息 小A在吃过饭以后呢 他完全可以 打一个出租车 不理刘强东 但是他搭了 刘强东的车 这有可能说 不谨慎 但是呢 这不是一个 给刘强东 说要跟刘强东 发生关系的讯号 这不代表 我就想跟你 刘强东发生关系 这个不说明什么 我上着你的车 不代表 我要跟你发生关系 在路上 刘强东 脱他的衣服 亲吻他 这是一个什么讯号 小A 甭管他喝酒 喝到什么冲度 他应该脑子里面 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我遇到色狼了 刘强东 就是一个色狼 而且这个色狼 他色胆包心 他的胆子很大 他当着司机的面 当着助理的面 就敢在背后 脱他的衣服 就敢去亲吻他 他的胆子很大 这是第一个 小A应该得出来的结论 小A拒绝他 他不听 小A应该能得出第二个结论 这个色狼 他坚持 他不达目的 他不罢休 他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一个色狼 如果你不能有效的阻止 他的话 他会一直都进行下去 一直到最后达到他的目的 小A应该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这两项加在一起 他会认为刘强东很危险 非常危险 这个人要离他远点 越远越好 越远越好 他当着人的面 他就这样 你绝对不能跟他一对一的相处 你绝对不能跟他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忽天天不应忽地地不灵的空间 不能 在车上 小A应该会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对吧 他应该是在路上转悠啊 Millianapolis这个城市 我去过呀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不需要在路上走一个多小时 不需要的 但是他们在路上走了将近两个小时啊 他们一定是在路上磨蹭 在那转悠啊 让刘强东在那后座上 跟着小A发生一些事情啊 那个司机和那个女助理 都在给刘强东提供这个条件啊 那小A呢 他坚持说 我一定要回家 再三再四的要求 我一定要回家 小A这么做是对的 他这么做是对的 好 到了11点钟 才到小A的楼下 我们已经说了 小A这时候呢 他脑子里面知道 刘强东 是一个色狼 是一个色胆包天的色狼 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色狼 是一个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色狼 这样的一个色狼 你能让他到你家里吗 不能啊 不能 如果小A 不想让他到家里的话 他能去得了吗 小A有没有办法不让他去 小A有的是办法呀 我不让你上楼 你要跟着我就不上了呀 有的是办法对吧 不用我一一的来数出来 不用的 不要跟我说 一个21岁的小女孩 想不到这些 不知道如何来拒绝他上楼 或者是意识不到这个危险 他一定意识到这个危险的 他跟同学都有发那个微信啊 告诉同学啊 他很知道这个危险性啊 他在之后跟同学的那个 那个微信的交流当中 同学说你得报警啊 他都想的很复杂很多呀 他说刘强东是有势力的 他说刘强东 他能够无论你去报警也没用的 刘强东的势力 他一定会跟他们怎么着怎么着 他想了很多呀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 头脑简单的女孩子呀 再说了 21岁 一定有这个分析判断能力 你别说21岁 你就是一个156岁的女孩子 也有这个分析判断能力 这会儿我遇到四个狼了 谁会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小A让他上了楼了 刘强东怎么想 在这时候刘强东会怎么想 刘强东会想 我在车上的时候对吧 我摸了你 我亲了你 我试图脱你的衣服 你应该知道我想干嘛吧 这是刘强东的心理活动啊 刘强东想 哇 这个小A一定知道我想干嘛 在路上 刘强东人会想 到了他们家门口 他一定不会 他很有可能不让我上楼 我来送他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他下了车以后呢 他一定是试探性的 他说我去送你吧 他跟女助理和司机说 你们别走在这等着我 小A都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啊 那刘强东就想了 哎 我可以啊 他同意了 我送他上楼啊 然后接着刘强东 去去搂他的肩膀啊 搂他的肩膀 小A没有抗拒 邻居看到他们两个 就像一个相依相威的恋人一样 看不出来有什么抗拒 那刘强东这会儿会怎么想呢 他会想 这个小A是同意的 小A是不拒绝我的 当时刘强东应该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这就是为什么 他告诉那个司机和那个助理说 你们在这等着我 如果他有完全的把握的话 他不会告诉他俩 在这等着 他会说你们走吧 怎么回去我自己解决 刘强东 在这时候呢 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但是他下车之后 他搂着小A 小A没有抗拒 这时候刘强东应该会想说 嗯 这件事情已经成功了90% 他是不拒绝的呀 我跟他亲密 他都不拒绝啊 好 他们就上了楼了 到这个小A的家门口的时候 刘强东心里面 一定会想 刘强东呢 当时会想 这是又一个试探 看他让不让我进屋 他如果不让我进屋 那我就回去 如果他让我进屋 这个事情又往前进一步 结果呢 小A让他进屋 他进了屋以后 接着再往前推进 刘强东说 就去脱他的衣服 就把他按到床上 小A有抗拒 刘强东呢 这时候就会想 一个21岁的女孩子 我见多了 羞涩嘛 对吧 半推半就 这就是半推半就的那个 半推嘛 半推完了以后 就是半就了 好 他推了 刘强东说 你推你就先推吧 那我去洗澡 小A同意了 这个试探 又让他往前走了一步 小A允许他去洗澡 刘强东心里会怎么想 洗澡干嘛呀 刘强东心里会想 他同意了呀 刘强东想 哇这个女孩子 绝对是喜欢我 绝对是很愿意跟我 发生关系 他没准还会想 这个女孩子 对吧 现在的女孩子 21岁的女孩子 没有处女 都有过性经历 这个女孩子 他做留学生 对吧 不知道他有没有男朋友 不管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现在是一个人住 他有可能还处于饥渴状态 刘强东呢 就去洗澡 刘强东一竟是脱光了衣服 进了那浴室里面 才想起来让小A跟他一块洗 为什么 因为小A 他把小A往里拽的时候呢 小A是穿着衣服的 如果两个人都穿着衣服的话呢 他不会淋到水 小A穿着衣服淋到了水 就说明刘强东 是光着身子的 小A是穿着衣服 他给他拽过去 那水是开着的 就说明刘强东 已经开始洗澡了 想起来要跟小A洗鸳鸯浴 这时候 小A是坚决不同意的 这个刘强东呢 一丝不挂 对吧 然后托小A 小A不同意 那他就算了 不洗鸳鸯浴就不洗鸳鸯浴吧 然后他就自己洗 好 他在里面洗 刘强东在里面就会想 小A此时此刻在干什么 他如果在外面 乖乖的等着我 就说明他很愿意 而小A呢 也确实是 在外面乖乖的等着 好 刘强东洗完了 从浴室里面出来 咱们不清楚 刘强东这时候 是不是还围一个浴巾 我估计 他刘强东这样的色鬼 就连个浴巾 也不拔的去围着 就一丝不挂的 从浴室里面出来 然后呢 他出来之后 小A就进了浴室 刘强东会想 哇 我洗完了以后 他洗 洗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小A进了浴室以后 把门反锁上 小A呢 很明显的 他是不想跟刘强东 洗鸳鸯浴的 他为什么反锁上 有可能怕在这时候 刘强东一丝不挂 又冲进来 然后跟他再拽着 他去洗鸳鸯浴 所以他把门反锁上 不知道小A洗没洗澡 他说是 把他刚才打湿的衣服 给他换上 不知道换了什么 换了平常 出门穿的衣服呢 还是换上了 睡觉穿的衣服 也就是睡衣 当小A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 刘强东一丝不挂的 躺在床上 刘强东躺在床上干什么 等着小A啊 刘强东当时心里想什么 小A从浴室里面出来以后呢 他们两个就都 全都ready了呀 就进行下一步了 他认为小A是同意的 他一点都不担心 小A不同意啊 因为小A要不同意的话 他在洗澡的时候 小A完全可以跑掉 完全可以到楼下 把他的那个助理 女助理叫上来 对不对 小A已经让刘强东 毫无担心的认为 他们两个可以发生新关系 所以呢 据小A说 小A呢 是挣扎的 刘强东那边的故事 咱们不知道 刘强东有可能说 还非常享受 我是什么的 我认为呢 在这个时候 刘强东 一定百分百的认为 小A是愿意的 我们作为观众来说 这个故事 这么发展的 我是认为 小A的表现 他是愿意的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他有太多的机会跑掉 就是最后一个环节 刘强东在那洗澡的时候 他完全都可以 对吧 去找他的女助理啊 把女助理找上来啊 或者把他的男同学 小B叫过来啊 都可以啊 或者他就出去了 他不回来了呀 他不回来 他在楼下等着 你刘强东 你什么时候 你完事以后 你在上面等了 然后你觉得 没有希望了 对吧 然后你自己 你就下来吧 对吧 所以呢 我认为 这个小A啊 是愿意的 他是愿意的 所以呢 如果说 我们认为 我们作为观众来说 认为他是愿意的 刘强东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步一步的判断 在某一个point 他就判断 这小A是愿意的 那那个patient团 和法官 他们也会得出来一个结论 这个小A是愿意的 给人家一个印象 是愿意的 他的表现是愿意的 如果他再说 他的心里面是不愿意的 真的是难以相信 如果他是愿意的 他表现出来是愿意的 那刘强东的强奸罪 就不成立啊 刘强东的强奸罪 是不成立的 我想呢 这就是为什么 刘强东都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抓到的那个看守所里了 然后呢 无条件释放 我想那些警察呢 也是这么认为的 刘强东应该是跟他们 叙述了这整个的过程 然后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 刘强东 是无罪的 还有刘强东的那个律师 自始至终 他就坚持说 如果你们了解了 整个事件的真相的话 刘强东无辜的 清白的 是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我相信 这个刘强东的律师啊 他可能一早就了解了 整个的这个过程 他比我们了解的还更多一些 因为我们了解都来自于小A 一点点给 一点点给 小A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给完 这个整个的故事的全过程 因为他在路上 有将近两个小时 他们在房间里 有将近四个小时 这么长的时间的过程当中 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小A呢 他就是折磨这个刘强东 小A呢 是一个心机女 心机女 不代表她聪明啊 她只是爱玩心机 但是并不代表 她是聪明的 事情发生到现在 他已经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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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给了我们这些个信息 其实从前两次 我们大家已经都看出来了 这个小A呢 实际上不聪明 他给我们的这些信息呢 一步一步的 让我们认识到 这个小A呢 第一 是一个心机女 第二 这件事情 对小A是不利的 她是愿意的 还有很多的网友朋友 坚定不移的认为 这个小A 这件事情呢 就是一个 仙人跳 这些个 对小A不利的印象 都是小A给我们的 刘强东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说他傻不傻 他真的是很傻 还有他的背后的 一定他背后有人啊 起码他那个律师 那个律师 我也不知道 那律师怎么想的 他每一次 这些媒体去采访的时候 都要去接触 他那个律师 那律师怎么想的呀 每一次爆出来 这些信息 对小A全都不利啊 固然对刘强东也不利 但是对小A也不利啊 你在攻击这刘强东 把刘强东塑造成 一个人渣的同时 也把小A塑造成了 一个心机女 一个愚蠢的心机女 一个仙人跳 而且还开脱了 这个刘强东的强奸罪 你说这个律师 是个什么律师 我很奇怪 这个律师 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 这么的发展 这个律师难道是受了 某利益集团的收买吗 难道这个律师 会是跟那个利益集团 是一伙的吗 他们只关心他们的利益 他们只要是把刘强东搞臭 他们并不在乎小A的利益吗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呀 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